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下秋抗老晚家护肤步驟 非常适合25岁加以上的轻熟女人士参考 我一个星期会在家做一至两次的美白牙齿 Cress这款美白牙贴是我用了很久 而且推介过给很多朋友 价钱很实惠 重点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记得用这款牙贴之前 要在拆牙前使用 否则就没有了美白牙齿的功效 等大约25至30分钟就可以撕下来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这个以色列品牌的活性洁面泡沫 这个洁面泡沫特别之处是需要用在干的皮肤上 而里面含有很多珍贵成分 例如珍珠粉 海草 四海矿物质等等 有助帮助我们去除污垢和多余的油脂 适合用在所有皮肤膚质上 而见面期间我们也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按摩一下皮肤表面 令皮肤好好放松一下 最近我正在用濕露这款金箔眼膜 记得用之前要先熬一熬盒身 令精华渗透到每一片的眼膜 你们可以看到精华多到流出来 而这款眼膜里面含有两大专利成分 只要辅20分钟就可以有效减探黑眼圈 和促进胶原蛋白在身 而皮肤的深层清洁 随着年龄增长也持续做足 千万不要松懈 这盒台湾品牌未来美的粉红深层清洁泥膜 我都差不多用完了 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等20分钟后凝固就可以用清水洗干净 我现在用这条是magic face cloth的毛巾 这条毛巾一面是长毛一面是短毛 可以直接就这样用清水就可以卸妆去角质射防晒 同时也可以卸我面上的清洁泥膜 毛巾质感温和也不会磨擦肌肤 但如果你们家里没有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手清洗 皮肤抗衰老保湿都很重要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敷保湿面膜 今次我就用了这款深田药妆的 鱼籽保湿水型精华面膜 便宜得来又多精华 而且还好贴面好补水 非常适合作为每天的保湿面膜使用 面膜里面多余的精华都不要浪费 可以选择塗在颗上或者四肢上 面膜记得千万不要敷太久 大概敷13至15分钟就可以 面膜上还有很多精华可以直接敷在颗上 这样可以减少颈纹的形成 而面上还有很多多余的面膜精华 我们也可以用手指轻轻按摩 然后将精华吸收至皮肤的底层 也可以用手指按摩颈部上的精华 同时放松颈部肌肉 美白牙贴大概敷20至30分钟就可以撕下来 然后直接拆牙就可以 顺便洗面将吸收不到的面膜精华洗走 记得每次洗完面后 都要用印压的方式将面上的水分印干 现在皮肤状况立即变得很干净和很舒服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晚间抗衰老护肤步骤 我现在用的是韩国品牌BRTC的神仙水噴母 这个品牌的神仙水是我之前的影片 也有跟大家高度推介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这支神仙水里含有独家的专利成分酵母配方 可以有助抗氧化增加皮肤弹性改善肤色和淡化皱纹功效等等 而我习惯了一般用拍打的方式将神仙水吸收到皮肤底层 我现在用这款眼部精华是在曼宁购买的 虽然它的包装很简约 但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针对眼纹眼袋和黑眼圈 而且也有助帮我们逆转肌肤的胶原蛋白 氧化预防皱纹 甚至是恢复肌肤的弹性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曼宁看看 如果你跟我一样 家里也有这类型的眼部按摩棒 可以在擦上精华之后轻轻按摩 这样可以有助疏通眼部周围的淋巴 以及帮助精华吸收 但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紧 可以直接用手指帮手按摩吸收 这支韩国品牌AXC的金烫豆 超度性态紧致全面眼霜 标榜可以奢侈全面使用 调理细敏 分别可以使用在全面七大纹路 例如抬头纹、法令纹、内溝等等 由于AXC这款眼霜含有独创抗衰老成分 所以用了之后可以达到提拉紧致 减少细纹和皱纹的功效 而这款眼霜的质感我用完之后 觉得很细节 而且很容易吸收又不油理 这款AXC的Q10抗袖修护晚霜 含有天赋酵素Q10和10倍基酸 可以有助促进肌膚再生修复 但大家又知不知 其实Q10是一个非常好的抗衰老成分 所以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们又想抗衰老的话 其实都可以选择去吃一些 含有Q10成分的营养补充品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我平时吃什么营养补充品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之后再找机会拍片和大家分享 而这一盒乳霜的质地非常滋滑 对于肝草肌肤的人士来说 保湿能力都非常不错 所以如果我们整块面擦了之后 我们都可以用手指的力度轻轻按摩一下 颈部皮肤护理千万不要忽略 这盒蜡的紧致肩颈精华箱 我已经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质感很水润 而且都不油理 很适合睡前使用 有需要还可以配上按摩吸收 最后就是要佩戴我的固定器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就知道我曾经做过隐色美枯牙 为了一生人都有一排很整齐的牙齿 所以我每一晚都很努力地戴上固定器 最后我会塗上BOBBY BROWN的润唇膏 我很喜欢这些一盒盒的润唇膏设计 但由于卫生问题 我通常都会在家里自己使用 睡前我一定会塗一层很厚的润唇膏 在我的嘴唇上 第二天嘴唇就会变得很滋润 那今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那记得subscribe的channel和分路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晚安啦